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配合国军转型致愿意83年伺候的一南景需服军事训练意4个月,据报道,今年其整个军训内容将有重大调整,部队训练加长至11周,除分发到第一线主战部队服役外,未来还将下基地与参与汉光演习的士兵科目。 联合报报道,目前军训议4个月已共16周分成入伍训练,部队训练各8周,今年其改成入伍训练5周后,分发到第一线主战部队,由各旅籍单位配合成立训练区队,进行后续的11周训练。 据报道,国防部长冯士宽预定周三将到立法院进行报告,而在报告书中提军训训练内容的调整, 第一阶段入伍训练,重点包括步枪射击,单兵战斗教练,体能战技,军人基本一派,法际教育等基本职能,弯训是应达合格步枪兵目标。 第二阶段部队训练,重点包括三项基本体能,实弹射击,战术行军,营营训练等,并于截训前实施专长, 目标是达到合格专长兵,具备基本作战能力,并要随主战部队操课,参加基地训练与汉光演习等重要演训,以强化战系及熟悉武器。